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欧阳修的蝶恋花 蝶恋花这首词写的是女子的归怨 是一首归怨词 归怨词是专门表现女子生活和情感的 其作者基本上都是男性 他们写的这种词被称为代言体 也就是代替女子说话 这首蝶恋花 欧阳修代替了一位幽居深怨的女子 说出了她孤独哀怨的感受 那是在一个深深深深的庭院中 庭院深深深吉许 吉许意思是若干多少 深深的庭院究竟有多深呢 中国古时的庭院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 很会知道空间层次感 不是一眼就能忘穿的 连用三个身子再加上吉许这一问的语气 这庭院深的程度真是不一般呀 庭院本深便幽深 庭院之内又有 杨柳对烟 莲木无虫树 杨柳浓密 在清晨楼上层层的雾气 莲木一重重的垂下 莲木之多 难以计数 杨柳之蜜 雾气之浓 莲木之多 使这庭院更优深了 而我们的女主人公 就在这深深庭院的最深处 真是与世隔绝啊 她独处在冷清的高楼 正向远处张望着 找寻自己的夫君 玉乐 雕岸 游野处 楼高不见 张台路 玉乐就是玉智的马贤 雕岸就是京雕的马鞍 游野处就是出游寻乐的地方 这里是指娱乐场所 张台 汉代长安城有张台街 是长安歌楼的集中之地 后来便用张台来带着歌楼赌场等场所 自己丈夫拿装饰华美的马车 如今在哪里出游寻乐呀 楼那么高 挡住了我的视线 使我看不到丈夫游玩的那张台路 哎 自己在这与世隔绝的圣宅大院中 孤单度日 丈夫就在风流场中 快快地玩转 这种情形 真令人哀怨愁苦啊 到了黄昏时分 天竟然开始下大雨了 雨恒疯狂三月暮 门眼黄昏 无记忆留春注 雨恒指给予咒语 暮春三月的黄昏 疯狂宇宙 加速着春天的流逝 黄昏时分 扬起门户独守空房 没办法留住春天的脚步 这句的春字 耐人寻味 细细体会 这春 一是时指春天 二是象征着美好的青春年华 三是隐喻着爱情 春天 青春和爱情全部都在逝去 没有办法留住 女主人公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她寂寞至极 又无人听她诉说 心中哀怨 于是痴情地笑着拿花儿说话 可是 泪眼问花 花不语 乱红飞过 秋千去 乱红形容花瓣纷纷飘落的样子 女主人公对花倾诉 向花发问 可是花儿默默不语 纷纷飘过秋千 飞走了 这句 泪眼问花 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是本词中的经典之句 它蕴含深远 有多层意义 令人回味无穷 这里的花 被欧阳修采取 拟人的写法 赋予了人的思想感情 女主人公眼 中含泪的看花 问花 花朵默默不语 不仅不理她 还赶快飞开 为什么呢 这里可以有两层理解 第一层便是 人有意 而花无情啊 连花朵都不联系 我们的女主 女主不单被丈夫抛弃 还被花朵给抛弃了 更凸显女主 那难言的孤独苦痛 第二层理解呢 就是 这句 以花欲人 以花朵飘离之干 暗喻女主 与花一般 无所欲托 人花同意悲惨命运 更使本词 带上一股绵缺的哀思 令人无限回味 蝶恋花 庭院深深 深吉许 杨柳对焉 莲目无虫树 欲乐雕安 有野处 楼高不见 张抬路 雨横疯狂 三月幕 门眼黄昏 无际 留春柱 泪眼问花 花不语 乱红飞过 秋千去 好了 这首蝶恋花 就讲到这里 快去做题 拿金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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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